今天就由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日本的在過年的時候 會有哪些的裝飾物品 那首先我們再看一下這邊的門松 那它就是一個歡迎神到家裡來的一個裝飾品 自古以來每年的新年都會有一位叫年神的神去各家拜訪 為了要迎接年神的到來 就會用一整年都不落葉的松 成長快且生命令頑強的竹 並用一些耐寒的花朵來裝飾 來看一下這邊就是用稻草編起來的一個裝飾物 那它的名字叫做神編 那相信有去過日本的朋友們應該有去過神社 就是這種那就是用稻草編起來的一個 算是一個印記的東西 那在古代日本信仰裡面 那這樣子的一個用稻草編起來的東西 它是代表神的力量是技術在這裡面 所以就是在新年的時候 那就是會家家戶戶就是把這種裝飾物掛在門口 然後希望藉由神的力量 然後來趨急必修 讓今年也都非常順順利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裝飾在天花板的這個染布 這個染布呢 正式的名稱稱為反霧 一卷長約12米 剛好台灣過年 所以我們挑選了比較有喜性的紅色 那這個呢 也是在明古屋 自古以來流傳的一個染色的技術 指示利用各式各樣的折法 以及浸泡的顏料時間 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方法 1月1號元旦 在清水休息區三樓 有準備了指示的日式內裝 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 誠摯邀請各位合家光臨 一起來體驗日本的過年情懷吧